随着离台脚步临近 遇害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的父母收拾好情绪 3号下午跟着女儿的骨灰回到学校参加追思活动 现场除了上百位学校师生到场 校方也把女大学生就学期间的照片 研习证书 以及这张来不及亲自领取的毕业证书 送到父母手上 这次来台处理到今天都顺利圆满了 对各单位都很感激 他很感激大学让她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其他细节 等到回到马来西亚 再透过律师发布相关新闻稿 各方送上的关怀让家属有些感动 原本愤恨的情绪似乎在有所化解 但唯一无法原谅的仍是残忍的嫌犯 据悉遇难者家属丝毫一早就离台返回马来西亚 但已经委托好律师 要让嫌犯为女儿的不幸付出代价 而涉嫌杀人的良性嫌犯的父母 三号也再度透过当地里长 转交一封道歉信 用文字表达歉意 我们是良的父母 对里面的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嫌犯父母向遇害者家属表示 遗憾是他们造成的 如果能够速审速判 让嫌犯以命偿命也是最好的交代 文字中透露出对儿子的彻底绝望 至于自己教养子女的过错 他们也向社会大众表示对不起 不过这起外籍女学生命案 已经重创台南乃至台湾的形象 命案更延烧出警察车案 路灯不亮等缺失 有台南市议员为此将矛头 对准台南市长黄伟哲 称这是台南之耻 谭南市长黄伟哲近日因为声称 案发地点附近只有两盏灯不亮 而遭到外界批评 为此黄伟哲二号赶紧重回台铁便道 巡视附近的路灯有没有亮了 学校周边都要巡视啊 是 好吧因为就这样才回应云意 那我已经被定了满头发了 咱们讲第一时间应该你们出来 3号下午黄伟哲主持市政会议 再次对外籍女大学生命案默哀一分钟 并道歉称自己要负完全责任 发生这件悲剧 我想说作为市长 我应该负起完全的责任 深刻反省 检讨 尤其是受害者以及他的家属 还有他的周边的朋友们 来诚挚道歉 非常对不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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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